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Y叔 前几天做实验 不小心把巴斯消毒液递到了裤子上 结果它褪色了 那今天我们来做个实验 来看看巴斯消毒液到底有多厉害 能不能把这几只蟑螂和蝎子也瓢成白色呢 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看巴斯消毒液是怎么让我的裤子褪色的 看 短短不到一分钟 被滴到的地方就变成了这个颜色 而且是擦不掉的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实验 这个巴斯消毒液有一股自来水利漂白粉的味道 其实就是绿的味道 还挺好闻的 来给它们搅拌一下 好像暂时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哦 那接下来让我们等待一段时间 现在蟑螂和蝎子浸泡在巴斯消毒液里 已经两天时间了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有点恶心啊 这个这个 还能看出来是蟑螂吗 颜色是淡了很多 看来巴斯消毒液确实能把蟑螂漂白 但副作用时差点把蟑螂溶解了 基本上只剩下一张皮了 看这只蟑螂身上 还长出了很多白色的粘稠状物质 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 貌似少了一只蟹子和蟑螂 最后提醒一下 巴斯消毒液还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长时间浸泡 否则美食将会变成你眼前的这瓶臭水一样